最近多方信息顯示 大陸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數激增 其中北京等地的火葬場昼夜運轉 也無法滿足火化等殯葬需求 新唐人記者致電北京東郊、通州、大興、房山、八寶山、昌平、順義等殯儀館 但不是沒人接聽就是直接掛斷 最後延慶殯儀館總算有人接聽 我們現在火化拍的車了 車排有兩公里了 延慶殯儀館工作人員介紹說 該殯儀館是個小館 只有三臺火化爐 平均火化一具遺體要將近兩小時 雖然24小時不停運作 也根本無法及時處理遺體 網上影片顯示 北京八寶山殯儀館外面 前來辦理寄存骨灰手續的車子排起了長龍 直到長安街 北京東郊殯儀館是官方指定的處理染疫患者遺體的火葬場之一 華爾街日報16號報導 該殯儀館工作人員表示 平時通常送來三四十具屍體 現在每天大約有200具 殯儀館24小時連軸轉也忙不過來 許多工作人員也感染了病毒 路透社報導 密雲殯儀館的火化服務需求也在不斷激壓 許多員工被檢測出陽性 懷柔殯儀館則透露 現在遺體平均需要等三天才能火化 在網上一位北京網友發帖稱自己父親過世後聯系多家殯儀館都沒有空位 拉到王府醫院太平間也說沒地方被迫又拉回家 報警打12345熱線也不管用 網友感嘆人死了沒地方放不能放家裡吧 相對北京而言 上海目前還沒有傳出殯儀館爆滿的狀況 不過上海地鐵一名工作人員告訴大紀元 很多地鐵工作人員都染疫 還頻繁出現乘客猝死的現象 該工作人員提供的一份上海地鐵公司下發的通知稱 近期乘客猝死多發 要求車站強化落實日常巡視檢查 上海市民嚴森森也表示 上海疫情傳播很快 自己認識的人就有很多被感染 12月7號中共當局在醫療系統等未做充分準備的情況下 突然從長期極端清零封控急轉放開 隨之各地感染病例急劇增加 再加上當前正值感冒等流行病多發季節 民眾經過三年封控後 健康狀況差 封控時與解封後 都無法及時就醫等 各地病患 尤其是老年病患得不到有效救治 很多人因此不幸離世 但大陸國家衛健委 從7號之後 就再沒有更新過疫情死亡數字 最後一個死亡病例 還停留在12月3號 網路信息顯示 除了北京之外 遼寧、瀋陽、河北石家莊、黑龍江、雙鴨山等地 聚船也都出現兵遺館爆滿 遺體無處存放的景象 新唐人電視李千長春中原採訪報導 最初的廣場 下集團 河北石家莊